原本從事珠寶夜的林玉秀 十幾年前因為開始吃素 讓它是動手研發 能夠拿來拌飯炒菜的醬料 它拉著先生從北到南找食材 像是宜蘭老江 三星蔥 到屏東的有機玫瑰花 在它的巧手研發之下 統統變成了醬料主角 他們也透過展覽 接下了有機通路大賣場 OEM訂單 除了罐裝醬料 也研發上班族小包裝的素醬包 創下年營收7千萬的商機 老爺 怎麼來了 來喔 現在把阿蘿營炒一下 如果沒有魚就知道有六堂 它在這裡外面有鑽一面 這裡就鑽一面 所以要抓 要抓 要抓 現在我們就無農藥 這張就要抓起來 現在看魚燒了 它就知道這張有了 就去鑽了 為了尋找無毒的食材 林玉秀常拉致先生 不辭辛勞 南北奔波 當初我們回到宜蘭這個地方 選擇了這個先生 來跟這個王先生 來跟我們合作種薑 最主要是 他有50年的經驗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有他一個非常執著的地方 他常講說 我的東西 我是不灑農藥的 他說 我給你噴灑農藥 吃下去 萬一 害一些我們所謂的 害一些人 如果說吃了之後 可能他的健康有一些影響 那我是負擔不起的 這邊才拜訪完江的產地 接著還得去看看 三星蔥生長的情形 現在像這個 其實大家 蔥子都很愛吃 不過都怕什麼 怕農藥 像我們現在這個 農會 他沒有在管理 都會掉 可以說都沒有農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腳上採的這個土地 跟種蔥的地方 其實是有一個落差的 這個土堆 大概在我的膝蓋的高度 其實這個就是 宜蘭三星蔥最大的一個特質 它能夠讓在宜蘭多雨的 一個環境裡頭 重點今天是下雨的 可是雨水 順著這一塊土壤 就直接流到我 我站的溝槽裡頭 因此 蔥是不泡在水裡面的 三星蔥的特色是蔥白腸 枝多甜味濃又不嗆辣 有一股獨特濃郁的青蔥香氣 這也是林玉秀 把它選為私房醬的食材原因 薑洗淨之後 要先切成小塊 再放到鍋子裡拌炒 我們現在在鍋內的炒的薑 是有一年以上的老薑 也就是它從採收到存放 有一年的時間 那因為老薑 它才會釋放出 所謂那個薑的一個香味 那我們現在呢 把它拿它用那個 麻油跟葵花油一起炒 那麼這整個炒的過程呢 現在是先切成大塊 大概要炒了五十分 兩百五十度了可以 因為紅蔥頭其實它有蠻多的水分 那在製作那個紅蔥頭的時候呢 我們在兩百五十度以上的高溫之下 投入了那個新鮮的紅蔥頭 然後呢 浸泡完整之後呢 我們會先熄火 跟它泡個兩三分 最主要是內外 讓那個紅蔥頭呢 完全都包覆著所謂的油 然後當它都包覆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在開火 快火像這樣子是四斤 我們大概會炒個差不多 十一分左右 那麼讓那個紅蔥呢 就成為那個 微焦的一個狀態 不到幾分鐘 空氣中迷悶著蔥和薑的香氣 過去原本開珠寶店的淋浴秀 先生從事室內設計 跟食品業完全搭不上邊 那我當時其實轉型做食品業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 大概在民國86年的時候呢 我開始吃素 那那時候呢 為了做好吃的一些 做一些食品給自己吃 然後我就開始就是一直 就在往食品方面研究 那其實當時呢 因為很多的素食的料理 那大部分都是偏所謂的 在自家公平 因為我這個人呢 就是在吃的部分 我算蠻挑剔 那我一直常跟我先生講說 我有資格挑剔 因為我有能力創造 創造好吃的東西 於是他決定把興趣 當事業來經營 但第一個要面對的 是先生的考驗 我反對他做的研究說 我做這個生意就要好好 你 為什麼突然間要改行 然後我有一個基本條件 就要求 你做吃的 萬一出了事情那是不得了的 所以幾個條件我們要堅守 不能有農藥殘留 不能放其他雜七雜八的 如果這個原則可以守住的話 就下來做 那我一直很喜歡吃梅干菜 那我只要看到梅干菜就買 我從來不會認為 我在吃的東西是有很多 可能黃虎劑農藥 或者一些食品添加物 但是當我慢慢的想要做的時候 那因為我先生的講法讓我有一種 到底我吃的東西它安全嗎 因此我就把這些食品 送去檢驗 這一檢驗才發現 原來身邊藏了許多不定時炸彈 也讓林玉秀更下定決心 要做就要做無獨的安心食品 先生也成了最好的實驗對象 為了堅持做出不一樣的私房醬 林玉秀不辭辛勞投入醬料的世界 甚至賣掉台北的房子和珠寶店面 抱著放手一搏的決心 其實一開始我剛轉型的時候做醬料 那個時候一個月大概只有七萬多塊 然後大半這個金額都還是我熟悉的朋友 來算是來捧場的 那最大的問題是在會心慌 可是呢支持我繼續走下來的一個主因是 我每個月的業績都有成長 那我會認為我只是沒有機會被看到 於是他透過北中南的餐展不斷的辦試吃 因為堅持品質努力終於被看見 除了自由品牌受到肯定 他們也接OEM的訂單 從罐裝到便利包 創下年移收七千萬的商機 我們這個品牌大概前後就是八年 那從九萬塊開始做 那做到現在我們的業績的成長 大概有差不多六七十倍之多 那國外的銷售的地點就是香港 然後就新加坡 另外一個就是在美國的市場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日本 那我們最近其實今年度開始就有跨國的訂單 其實非常感恩 非常幸福 我的兒子 我太太 我們一起在工作 然後周圍這麼多人來支持我們 我根本人生很幸福 小小一罐醬料 裡頭不只有林玉秀對美食的熱忱 還有那一份堅持 他期望透過醬料 讓家人團聚吃飯享受簡單的幸福 有 醬萬四族 你就是大族 接下來是台灣的香草大王 雖然種植香草耗食又費力 但他不怕苦 種出來的香草身受甜點食喜愛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